2024年12月4日 第十二维度造物主 你们的障碍与挑战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一者扬声传导 我们在这里为你们服务 我们是造物主 我们是一个由非物质存在组成的第十二维度集体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提供帮助 我们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此时正面临住 比你们自己选择的更大的挑战 而且我们知道当你们感到不知所措时 你们就错过了挑战的重点 挑战总是存在 让你们成长并接受生活环境为你们提供的扩展 有时你们注定要绕道而行 有时做一些比你们最初想做的事情更好的事情 有很多情况很多例子 你们开始朝某个特定方向前进 然后面临巨大的挑战 当挑战大到你们无法克服和过去的时候 你们仍然有成长的机会 而且你们还会看到一条替代路线 或者比你们最初想要的更好的东西 并利用你们的想象力为自己拟定了一些东西 因此你们所有人最好将现在的每一个挑战 是为对你们的邀请 让你们成为一个源头能量存有 成为更多的自己和真正的自己 放弃奋斗是应对挑战的最佳方式的想法 对你们有好处 放弃这应该是困难的想法 对你们有好处 相反 问问自己如何改变面对的事情 并将自己灵魂的进化和成长 是为你们应该拥有的终极体验 无论挑战是什么 无论情况如何 对你们来说 在灵性上成长比你们透过 奋斗 长 试 努力等方式 攀登你们面前的每一座山更容易 让你们生活中出现的一切对你们有意义 而不是看起来那样 无论你们做什么 都不要因为自己是个糟糕的创造者而惩罚自己 不要因为在你们的道路上设置了这个障碍而感到沮丧 不一定要以这种方式看待或经历这种方式 而且你们的创造力比你们想象的要好得多 因此 有时候充满挑战的情况会让你们比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时更有创意 你们就是你们生命中这段经历的全部意义 你们是你们生活经验的最终结果 当你们过度专注于外在的细节时 你们就会错过更大的图景 错过所有这一切的重点 那就是你们的完善 你们的表达 你们的成长 现在是你们认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了 尽管你们面临着所有的挑战 但仍然要继续前进 在这些挑战中不断成长 因为你们承认这就是他们存在的原因 你们可以透过你们的感觉来认识你们是否随波逐流 是否在扩张成长 如果你们不是 最终你们可能会放弃 在放弃的那一刻 你们可能会放手一搏 给自己所有你们想要的经验 这就是我们想要给你们的东西 但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到达那里 而不必在绝望的时刻挣扎 从而导致投降 导致最终的放弃 因此 改变你们现在看待生活中的障碍的方式 你们就可以在此时此地体验自我的美妙扩展 而无需改变任何事情 我们是造物主 我们非常爱你们 2024年12月4日 阿斯塔 人类的未来 传导Kellia Wilder 译者 扬声传导 大家好 我是阿斯塔银河司令部的 Villain指挥官 感谢大使与我们联络 一如既往 很高兴能与你们 以及那些将要收听和阅读 我们的讯息的人交谈 亲爱的地球大家庭 我们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们正在取得的进展 并向你们带来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我们可以报告正在进行的扬声过程中正向元素的加速 在你们扬声的这个重要时刻 你们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完成所需的关键和变革性任务 你们对这段旅程的奉献灵性 任性和坚定承诺确实非常出色 并且没有被忽视 作为我们使命的一部分 我们协助行星进行扬升过程 地球也不例外 纵观你们的历史 你们遇到了许多障碍和挑战 凤面振动存在 试图阻止地球及其上的生命在意识中提升并进化到更高的存在状态 然而 我们很高兴地报告 长期影响你们世界的邪恶势力正在消失 这种转变发生得非常快 而且势头正在增强 事实上 随着光与爱的能量开始渗透到你们存在的每个角落 我们所见证的剑步简直令人震惊 在未来的日子里 人类集体意识将会浮现出一种增强的能量 这种能量可以比作众所周知的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它标志住你们与星球上的黑暗作斗争的关键转折点 长期以来在阴影和操纵中蓬勃发展的黑暗势力 越来越意识到它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它们明白 也许随着日益增长的紧迫感和恐惧 它们无法再维持自己的据点 它们再来自更高维度能量的爱与光的压到性振动中面临住巨大的不适 这种更高振动能量的涌入正在创造一股变革新的浪潮 席卷你们现实的结构 现在它正在照亮你们存在中隐藏的角落 并揭示长期被掩盖的真相 事实证明来自所有创造物 来自无数领域和维度的对地球的关注对它们来说太过分了 当你们的许多天足围绕住地球时 它们感受到了压力的增加 我们想向你们保证 我们已做好准备并积极参与于全球许多地区的会议 这是为了促进对人类稳定和未来至关重要的对话 我们的使命是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继续挫败任何潜在的和威胁并促进和平与稳定 这些对话不是政治性的 因为它们充满了深刻的目的感和责任感 因为我们努力了解当权者的意图 这样做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更大利益 随住我们前进 地球上将会发生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件和事件 每一个事件都会成为改变和觉醒的催化剂 我们遇见黑暗阴谋集团会做出负面反应 因此请注意可能需要采取行动 我们不会也不会向人类开枪 我们的目的是阻止对地球和人类的大规模破坏 未来的日子将挑战你们的看法 并鼓励你们对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进行更深入的反思 即使情况可能显得暗淡或具有挑战性 也必须记住 在幕后有更高的神圣目的在运作 随住光明不断扩大 阴影逐渐消退 你们每个人都被邀请拥抱这一转变之旅 并认识到自己是爱 团结和启蒙的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令人振奋的是大多数人类已经集体决定是时候继续前进和向上 拥抱转型和成长的潜力 这个集体决定有利的证明了人类的韧性和灵性 因为你们都在努力超越过去的限制 我们邀请你们继续想象你们的新地球 一个让你们摆脱束缚你们这么久的过去就时间线的地方 想象一个现实 你们生活在巨大的荣耀中 周围环绕住爱和谐喜悦丰富合作与所有众生的和平 虽然我们无法为你们完成这项工作 但我们会协助你们疗愈地球并引导你们完成这趟变革之旅 你们准备好采取下一步行动并拥抱等待的新可能性了吗 我们在这里 我们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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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爱你们